大小是完全不同种族的概念 请不要做这种可以异世界的异种族的一个结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面部的话也不是我喜欢的一个露脸的造型 是个口罩的表现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 载具可能稍微好一点 但就是没什么特别吸引我 那么后来才知道说 看了一些设定之后 各位也知道我是电影入坑的 对于头领战士什么的这些系列并没有那么熟悉 原来的话他跟先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这款原面 属于恐怖金刚的一个二人组 那这个时候突然引起我的一个兴趣 这样子的 如果有一个组队的概念的话 就会激起我的收集欲望 我就是这么样一个动招的人 配色的话还真的是相当的有一个一致性 只是说这个原面是偏白 这一次的一个 那这个玩具的话 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快速的分享 因为这个三变 所以比较耗时间 紧实性非常好 整体关节非常的紧实 可动的话 头部的话 是一个可以拔掉的头领战士 我们直接先把它给拔掉好了 拔掉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将它给翻出来 面部的话 它跟这个本身的这个人 这个前面是一样 都是一个戴墨镜的一个感觉 但是这个墨镜 因为它旁边没有完全的涂满 感觉就稍微有一点带了一些 如果我是建议它不如干脆直接整个涂满 算了 还可以免得当时发光 但是侧边没有涂满 我觉得稍微有点可惜了 那可动的话 只有这个手部的话 可以往前面动 脚的话可以直接往前踢 往后折的话也可以 这个地方有一个锯齿状的一个设计 这个你看你把这个手都弄出一个痕迹了 这个的话是到时候跟这个暴龙形态下 或者是恐龙形态下 会使用到的一个装置 非常妙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的话是左右的转动没有问题 上下幅度可以动一些些摇一摇 但是这款非常紧实 头也不会晃 非常非常有骨气 手臂的话 360的转动没有问题 而且它的一个手部的话 这里平举的话 有做出一个过度的一个造型 这一点的话我要给予一个加许一下 二头机也可以转动 我手上这一款非常紧 那拳头的话 直接的是一块部件 是不能够转动的 而且拳头可以说 因为整个一片紫 感觉就是拳头都快要 不是很明显了 所以这个枪的话 这把枪除了紫色的塑胶之外 没有其他涂装的这把枪 我会建议的话 还是就把它放在手臂上 因为这样一台的话 有一个把手臂再做个延伸的感觉 感觉也不会叫不会那么呆板 腰身可以转动 脚的话前后左右踢都没有问题 侧踢也没有问题 膝盖的话可以弯90度 脚踝也有接地 后方的话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脚掌的一个 可以弯曲的一个结构 那背后来看一下 原则上没有什么偷胶 这一点的话是蛮值得称赞一下 然后身上的细节纹路 把握的也算是恰到好处了 算不上是很喜欢的造型 但是也还过得去 这个就是官方的玩具的一个特点了 那不喜欢它可能就是它的一个 人形下的配色 实在是太暗沉了 太暗沉了 当然据说这个玩具是1987年之后 就没有在官方的这个狂龙 所以这款玩具受到非常多朋友的一个期待度 那我们先把它变成一个战斗机的一个形态 我们先把这个通灵战士变成一个人形态 在旁边待命了 变成飞机的状态也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的话把这个部分 白色这个部分会是一个飞机的顶盖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分开好了 这里分开 这里分开 这里有个插栓 前后 这里有两个把它给分开 做一个分开 做一个定位 就是上方 那这个整个都是一个上方了 我们就记得把这个脚掌推出去外侧 再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尖头的部分 给整个的给推出来 这里有个双动关节 把它整个给推出来 那这里有一个起落的一个轮胎 记得把它给推下来 另外一次也是一样的 这里脚掌先推到外侧 再把这个飞机的这个 这个飞机的头部给推到正前方来 这一带有冲动关节 稍微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两腿这个时候做一个简单的合并 非常简单的合并 好 再来的话我们就把这一块部件往前面放下来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洞 两个洞 就直接的 将它给这边直接抬起来 往前面放下来 那放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里 这里有两个凸 在这里扣这两个洞 将它给放下来 那这个时候可以先把这块部件 这里有块部件 把它往前面推 推到前方去 好 这里扣上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 推上来 这里有个卡扣 把它给扣上去 再把它直接的推到前方来 扣下去了啊 这个时候呢 飞机的前半部已经算OK了 再来的话呢 这一带呢 完全不动 我们直接把这个部件呢 给转到这一侧 转过来之后 旋转一下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这个图跟奥的一个结合 旋转过来 将它给扣进去 然后呢 再把这个水平的这个侧翼呢 给放下来啊 如此就完成了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旋转过来 再转动这个关节 把这个图跟奥呢 做一个简单的合并 这里 将它给扣下去 好的 那么呢 这一款这个 狂龙的一个 飞机的形态呢 就算是 变形到位了 这个地方 这个 脚掌推上去 变形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 这个武器给放上去 这里 然后呢 这里 有有有有 都扣上了 然后另外一个 一样 放到另外一侧 将它给放上 好 那么飞机的形态呢 显然是三个形态里头呢 我个人是最喜欢的 非常帅气的一个外星战斗机啊 虽然说这个 Earthrise呢 是讲究是来到地球之后的战斗 但是这个 还是有一些载具啊 是维持一个外星的一个战斗的一个姿态 啊 这样看 嗯 你说机器人的部位算明显吗 我觉得也 也不能说很明显了啊 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是 这个人变过来了 不然其实也还算不赖的一个底部的造型了啊 那这个起落架的话就前方有 后面是没有的啊 那么呢 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非常豪华的这个驾驶舱 驾驶座 这还是两侧打开的啊 两侧打开 内部的话呢 居然有仪标版的刻画啊 这一点就非常的加分了 那我们这款头领战士呢 就是可以将它 给 这个非常简单的呢 将它给塞到内部去啊 这样子 做一个达成的一个感觉 再把它这个 驾驶舱的部分呢 给盖上 这个地方 哎 两侧都盖上了啊 摇一摇啊 还是会有一点晃动啊 但是基本上也就是不会 不会掉出来了啊 非常漂亮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 我们来简单对比一下两者的载具好了啊 首先的话呢 外观来说呢 我觉得毫无疑问啊 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狂龙的话呢 要胜过 圆面的话会墙上非常非常的多啊 当然三变战士的话呢 自然而然就会有一款是稍微比较牵强的啊 以各种载具的各个角度来看 方方面方面面来看啊 都是狂龙的话呢 会胜过之间的圆面 那圆面的话呢 它的身上呢 有这个比较小型的这个凸啊 小型的这个凸 它是可以跟它的头领战士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互动啊 但这款的话呢 卡的呢 也不是说非常的紧啊 也基本上呢 要还是会晃的啊 倒过来的话呢 甚至就会掉下来 而我们的这一款的这个狂龙的话呢 身上的话呢 这个凸啊 是完全不能够去卡这个的这个的洞的啊 这大小是完全不同种族的概念啊 请不要做这种 OK 异世界的异种族的一个结合了啊 那它身上的这个凸啊 什么的应该是做一些特效件的一个安插来使用的 那在载具状态下呢 毫无疑问的话呢 我会觉得啊 这一款的话呢 要胜出非常的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示范一下 如何呢 将这款狂龙呢 从一个外星载具呢 变形成一个恐龙的一个形态 那首先呢 把这个枪的部分呢 给取下来 那我个人的话呢 是会建议的话呢 我们先将它一个啊 最关键的一个部位呢 给翻出来啊 作为一个坐标啊 首先呢 是把这个头部呢 给翻出来 那我们直接呢 把这个头呢 给变形完成好了啊 它的这个龙头的话呢 是缺乏下额的 以及呢 它的一个眼珠子里头呢 是一个空洞 那如果要把这个地方填满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要利用到这一款 头领战士 从这个地方呢 把它做一个组合 那在组合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的是把这个地方呢 给直接的往上面翻到最上面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结构 我觉得这样子来安插是比较容易的 那记得安插的时候呢 这一款的这个头领战士的这个脸部啊 脸部的话呢 跟龙头的脸部呢 都是一样朝同一个方向的 以及呢 把这个部分呢 这个突起的部分呢 就会成为龙的眼睛 请记得呢 把它给翻出来 翻到这个一样的这个角度 然后呢 把它给安插下去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三个凸点 那其中一个凸点呢 小的这个凸点呢 就是要扣进人的一个后脑袋的 那从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能会各位看得比较清楚 从这个地方啊 做一个安插 这样子将它给扣进去 OK 成功的扣进去了啊 扣进之后的话呢 你看到没有 这个红色的部件呢 就会安插到 这个龙形的这个眼睛里头啊 这样稍微再推一下 把它给往上面推到底好了啊 往上面推到底 我已经推到底了哎 推到底的还没见红啊 糟糕了 这这这下对方 啊有了有了 见红了见红了啊 可以推到底见红了 OK好吧 OK 嗯嗯啊 那就这样子吧 这个的话呢 再把这个嘴巴的话呢 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调整 那主要还是利用这一个下额的这个部分 但是啊 这个有时候呢 为了迁就红眼珠啊 这个会稍微的这个局限 可动会稍微的会去局限性 局限会局限一下啊 这个因为很紧啊 所以我要调整的时候 稍微有点点有点辛苦啊 OK好 反正红眼珠有出来就行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头的话呢 给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形象 再来我们把这个地方给解开 这里解开 这里给解开 翻折下来 因为这里 以这里是一个恐龙头的情况下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翻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脚掌翻出 也就是偏紧的一个关节 就是翻出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龙的尾巴啊 这个地方给解开了啊 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需要扣它了 然后呢 再把上面这个部件给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呢 将这个恐龙的这个小阿玛匕手啊 翻出去 把这个地方可以盖起来了 这个胸部这里可以盖起来了 好 到这边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你看到这个地方啊 紫色部件这里有两个 洞 左右各 是一个V型 那它就是要扣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地方 有个凸 这两个地方 OK 这两个凸 那我们就是以这个角的话呢 倾斜上来 这个地方呢 斜下来 你看到吗 跟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结合 去把它给扣下去 如果上面扣不到它的话呢 请下面这位呢 自动一点啊 往上面顶啊 OK 人家已经骑不到你的一个 OK 你就自动去配合人家一下 这样子 压下去 那另外这边的话呢 就会有个凸 在这里 这个图 我们就是把这个地方给推下来 你看到这里有个图跟牢的一个结合 将它给移过来 白色的话呢 跟这个白色的洞对黑色的凸啊 这个就比较常见的一个组合了啊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片子啊 这个腿部的话 做一个简单的组合 那这个尾部的话 就从这个地方 只能往上面翘一点点 这是它仅有的一点点腿部的可动了啊 然后呢 这个手的话呢 也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转动啊 这个地方 直接是直接限制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比较BG一点点 那最后的话呢 以这个尾部的话呢 其实尾部的话呢 还是可以腾空的 你看到没有 我们如果你稍微去handle一下 它的一个比重啊 因为这个 这样子调一下 因为这个脚后跟其实很大 你要让尾部腾空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最后的话 上方略显单薄 我们就把这个 武器的话呢 给扣上去 就完成了 它的一个恐龙的一个形态啊 就主要就是这个红色眼珠 这个地方啊 要记得有个小技巧 把这个手部往上推 才能够达到一个红眼的一个效果啊 啊 这是这个游 呃 这个玩具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卖点了 那龙形态下的可动 就是这个地方脖子可以动啊 然后呢 下巴 这个最大 就是会长到非常的大 啊 嗯 这个 嗯 可玩性还不错啊 非常非常的好玩 然后这个 还是要折一下 稍微修饰一下 这个 因为这里有个松动关节 好 到这边 那头的话是不能够左右转了 没有了啊 然后这个胳膊的话呢 这里是 这里 前后可以动 然后就像招财猫一样的动作 它可动度只有招财猫一样 是招财暴龙 OK 脚的话就往前往后动 那这个地方的话 随时要把它给扣紧一点点 随时把它扣紧 尾部的话呢 实际上只有这里可以动啊 其他地方是整个是卡死的 根本没有办法动的啊 那也因为是这个 也因为他的一个龙形态下的可动呢 是比较乏善可乘 而且正面来看的话呢 是有个大空洞在这里啊 所以在暴龙的这个形态呢 你要我跟之前的这个 呃 圆面去做一个相比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 这个圆面可能还稍微 稍微好玩一点了啊 那其实这两个呢 也没有硬要分出一个高效的必要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不同的人物啊 都是恐怖 恐怖金刚的一个 一份子 两个都收拾没有问题 而且真的是应该两个都收才好玩 那他们有很强烈 这个队友的感觉啊 就是 呃 你看吧 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就Beast War里头的这个 这个Auto Bar 就是正义两方 刚好是猩猩跟暴龙 对不对 然后这两个家伙的设定呢 刚好也是这种感觉 那飞机都一样都是飞机 那在人形下的话 就是都是黑紫白的一个配色 所以两个一起住呢 摆在一块的话呢 肯定有它一个互相加成的一个效果了啊 两个都蛮好玩的 但是 算了 也不用比了 反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圆面了啊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圆面 那这一款呢 也是不赖啊 虽然一开始我对它并不是很看好 但是这个 丑灵但是变成下巴的这个 这个idea 我个人是觉得是比较喜欢的 那就可以吧 OK吧 就如果有特价的话呢 入一款 我相信应该是不会吃亏的了啊 那今天就会给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